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首先在天气方面呢 这一个星期啊 几乎又是破纪录的温暖和潮湿 今天最低气温都是在华氏70度左右 那么下午的高温也是华氏80度出头 所以整天十分的温和 下雨的机会很少 那么到了这个周末 尤其是星期天的话 下雨的机会会明显的增加 那么进入到2022年 终于大家期盼已久的冬天或是冷风将会届时到零 那么2022年的新年呢 可能气温会下降到华氏50多度 好来播报一下记者新闻啊 那么有上千个航班 尤其是United Airline 联合航空公司 和其他的航空公司呢 有差不多 总共全美有7500个航班 因为COVID的关系呢 机组人员也得了COVID 或是疑似COVID的症状 造成这些航班完全被延迟甚至取消了 那么受影响最严重的不外乎是从纽约或是加州洛杉矶两岸的航班 可以想象有上万的旅客呢 在此时无法回到家里面开始上班 甚至或是才开始他们的假期啊 那么这无疑是对这些坐飞机的人 是一个莫大的一个压力和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够回复正常的一种恐惧 好 我们看一下昨天星期天 那么警方表示在休斯顿北边 靠近North Shepherd的地方 那么一名警车好像在职勤的时候 和另外一部车子相撞 结果将车内驾驶人77岁的老人 刚刚从教会要回家的路上不幸 因为这一个交通意外而身亡 现在警方内部正在做内部调查 还有昨天或许您收到了Amber Alert 那么这是当时在寻找今年9岁的Kiarra Ramos 那么现在警方表示呢Kiarra Ramos在Alvin地区已经被找着了 所以这个Amber Alert已经取消了 另外在休斯顿西南区在过去这个weekend 警方表示这一名20岁的疑似酒驾的驾驶人叫Alessio Benvinetto 他撞到了这部车子呢 结果造成两人死亡 其中这名女乘客还大概是没有系安全带 还从车中被弹出去 而这名20岁的驾驶人在造势之后呢 想要逃跑 那么现在已经被逮捕 他将面临酒驾和过失杀人罪的起诉 另外这个事也是过去这个weekend庆祝Christmas圣诞节宴会之后呢 有两名teenager在回家的路上 在今天凌晨 这是位在Fortbank County的住宅区 结果被人drive by shooting 那么造成这两名青少年受伤 好在没有生命的危险 好 来关心一下有关这个在这个weekend的电影方面的消息 美军的儿子一直要去看Spiderman最新的电影 叫No Way Home 那么这个电影啊 目前在过去这个weekend 居然爬升了票房到十亿美金 这大概是自从pandemic开始之后呢 第二部月升票房 这个第一次开启的票房 十亿美金的记录 而Spiderman No Way Home的这个票房十亿美金 还没有计算来自中国的票房呢 好 接下来关心一下有关新冠疫情的消息 那么许多人在这一次的圣诞节假期呢 认为疫情好像控制住了 就纷纷的外出度假 许多人坐上了邮轮 只是呢 现在多起邮轮都爆出Omicron的传染 而在这个可以说是Carnival Freedom 它是从佛罗里达出发的 一旦有这个Omicron在船上爆出之后呢 发现有二十几名他们的船上人员也被证实了被感染 因此他们原本要去墨西哥 像是Arupa这些地区呢 通通被拒绝入境 只好带着全船的乘客 本来是高高兴兴的出去 现在是愁眉苦脸的回来 哪儿都没有去玩 那么最新有关Omicron的一些消息呢 日本京都大学 还有香港大学 他们所做的基因测序模型 还有香港大学做的分离基因动物模型 X vivo等等 最新的消息显示 Omicron的确 它现在要总和来讲呢 是传染力是高了4.2倍 而香港大学进行分离复制和动物模型方面 又发现呢 Omicron它主要传染的途径是走呼吸道 上呼吸道的复制率居然是Delta的72倍 所以也是造成Omicron能够迅速传播的原因 但是Omicron对深度呼吸道 或是对肺部组织的感染 不到Delta或是旧病毒的十分之一 所以也是为什么Omicron目前看来 它的致死率呢 倒是没有专家们所预测的这么恐怖 那么他们也发现 如果您打了两剂疫苗是在六个月之前的话呢 几乎目前对Omicron没有任何的保护作用 第三针的确是明显的可以增加自身免疫力 如果您曾经是自然得过COVID的话 目前您身上的自身免疫力还有70%左右 好的 亲爱的听众朋友 谢谢您收听 美军为您翻译编辑播报德州 以及Houston方面的新闻 在这边祝福您有一个愉快的星期一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拜拜